神秘之夜 各位觀眾你們好 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經是第十周年 十年來我很多謝各位熱心的聽眾支持這個節目 我決定神秘之夜開始收月費 這個決定主要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收很多月費 而是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的聽眾 他們獲盡免力交月費時 令整個平台交月費的聽眾數目增加 除此之外 我多謝大家這十年來 都給予神秘之夜一個很大的鼓勵 以及給予我們很多意見 令我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有更多靈感去改善 或者提高這個節目的質素 多謝大家 這件事都引起了大家的情緒 標題叫POP GHOST THE UNIVERSE 我們回到始末 就是Themen O'Kin 又是他 上面的圖都給大家看一下 講宇宙起源 現在我們最主流模型的圖 大家都是圍繞著宇宙學的討論 我之所以不太想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講得太多 但我覺得大家也有些事更新 值得去看一看 好 首先我們講講這件事是怎樣 大家看看這個標題 我想到很少去到那麼厲害 The shit just got real 學術界都搞到那麼沸騰 這件事一定有少少牽動到大家的情緒 話說有人聯署堅持這個所謂宇宙的大爆炸模型 有些人就反對 總之就是大家在講這個宇宙大爆炸模型 可信程度 大家不是不信 是大家認為可信程度有分歧 所以大家就炒大鑊 為什麼會有這個需要 大家要聯署呢 我們記得嘉莉諾講的話 當時教廷判定所謂地心 即日心說就不成立 嘉莉諾講的話就是 你判我有罪 那麼地球都會走著 那如果套用這個說法 那現在大家聯署 你咬來咬去 大家看個事實 或者去做多個望遠鏡 大家為什麼要這麼勞氣 勞氣都沒有像 那你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大家竟然會就這個 所謂Invasionary Model 會走回頭這件事 他也是講這些學術界內 自己唯一位置自我分裂了這些 事源可以追溯回 在二月份 當時基本上都是科學新知 都不提這件事了 在二月份的Scientific American 就有一篇著名文章 由三位宇宙學家聯署 其實不是亂處 其實是評論一下這個 宇宙大爆炸模型 其實是這篇文來的 即是那個 宇宙大爆炸模型的展望 即是署名的那幾位 都是一些很大人物 其實剛剛在畫面最頂的 就看到那幾個名字了 譬如有 Abraham Loeb Abraham Loeb 我叫Av Loeb 或者是非常之出名 這個是哈佛的 另外那個就是Anna Elias 就是Princeton 另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Princeton人 叫Paul Steinhard 他們就展望了他們認為 這個宇宙大爆炸模型 尤其是包含這個大爆炸過程 這種模型 就令人不太舒服 不舒服的位置在哪裏呢 就是很多的假設 而且他那個非常之Flexible 即是說 無論你出來的證據是怎樣都好 是高是低是左還是右都好 你都很容易去 去調整一下 去動一下這個模型 令他可以混合到我們的觀測 從而削弱了他的正義的能力 即是就等於 我會打一個不太準確的比喻 即是你好像說到 你說風水陰陽五行 一樣可以解釋到這個 大家的命運是怎樣 大自然是怎樣 換言之他都不符合 所謂卡普普的正義的標準 即是你不是太容易去執著它來正義 即是你最後度出來 可能宇宙微波背景 偶射的數據是這裏多3% 那裏少5% 你會發覺不會對這個模型 造成一個毀滅性的衝擊 又反過來就是 因為這個模型太… 即是有很多位可以走盞 令到你很難有一個很決定性的定論 來證明它對和不對 甚至乎就是有一些位置你根本上沒有辦法證明到的 譬如他講到那些大暴漲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背後是因為一個什麼的 為能導致有一個這樣的突然之間超光速暴漲這件事 這個學說症是Alan Groove提出的 我們以前在另外《神秘之夜》題目有提過他 雖然這些假設幫我們去彌補了這個大爆炸理論不足 但反過來引入這些新的假設 就令到這個模型本身需要更多的證據去驗證這些假設 即是這個情況就有少許沒完沒了 所以來到這個位置 有其中一些宇宙學家 他就說 嘩我們這樣叫做狗說了那麼久 都找不到什麼去證益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那麼科學那麼可信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是否應該再重新建構其他的模型呢 那就是垃圾了 主流上因為大家是接受了這個大爆炸理論 這個是連中學都教的 我們這麼行外人都是看這些 中學就說宇宙膨脹 然後宇宙起源就沒有說那麼多 但是在現在宇宙學的主流來說 尤其是經歷了好幾個 大天文觀測 驗證了這個宇宙膨脹這個說法 亦都是跟這個宇宙大爆炸理論吻合的話 於是整個主流就很容易接受這個大爆炸理論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就是我會這樣說的 宇宙膨脹本身是有很好的科學證據的 但是你說宇宙起源本身呢 有些證據吻合 但是那些證據不代表著這個大爆炸理論是唯一答案 所以其實大家爭吻的位置就是宇宙起源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這個文章的開頭 它都是說 on the universe origin 專門說宇宙起源的問題 但是你說這個我也同意的 譬如說去到宇宙的起源 事實上現在大家拿到的證據是太少 很多主觀的益測在上面 但是就給人一個感覺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事實 尤其是一些比較低層次的科普的著作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會這樣說 越是早越是靠近起源的東西 我們其實就越多是 古的 事源就是因為我們抬頭望天 見到一個宇宙 就是越近我們的東西 就是距離越近我們的東西 都是通常意味著 就是我們都是見到 就是越近來發生的東西 越是分佈得遠的東西 因為光走過來需要時間 其實我們看到它的光 已經是一個幾千幾萬幾億年前的光 而越遠的時候的情況越嚴重 甚至乎如果你說去到一百幾億光年以外 我們是看著 差不多是宇宙初生時候 形成無奈的時候那種狀況 而對於這些越遠的觀測是越難做 而且這個憑據是越少 所以就越多東西要是靠古 其中一個最好的證據 我們找到的 暫時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就是這個宇宙初生之後 三十萬歲的時候的宇宙狀態 我們看的那些銀河阿星那些 都是在這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生成之後形成的東西 你可以問 我們現在現存有沒有證據 是找到一些宇宙生成三十萬歲更早的一些觀測證 可以驗證當時宇宙狀態是怎樣的呢 理論上有,實際上未能量度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宇宙中微子背景 宇宙中微子的背景 如果我們能量度到宇宙中微子的分佈 有一個全盤整體的觀測的話 它代表著的宇宙狀態 其實是比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更早的 可以做一些解話 因為在我們現有的粒子物理告訴我們 宇宙中微子很早就會當宇宙透明 就可以亂地到處射 光就要遲些 要等宇宙再密度低些、冷卻些的時候 才可以自由地在宇宙穿梭 所以你想像到 因為宇宙更早可以在宇宙自由穿梭 所以它留下來的背景 能夠反映到宇宙更早的狀態 光相對來說就是遲些 我們現在有沒有辦法度到宇宙中微子背景呢 我們能夠度到宇宙裡面的宇宙中微子 但是你說做一個全天候的分析 去度一下整個宇宙背景未做得到 然後你就可以再追問了 除了宇宙中微子有沒有更加其他的理論上的證據 他可以告訴我宇宙更早的狀態 他這裡有提的就是重力波 重力波其實都是在看宇宙的微波背景輻射 由微波背景輻射裡面其中一種形態裡面 量到如果在裡面找到那種證據 驗證到宇宙初生時候的重力波輻射的話 是更加有力去證明這個大暴漲理論 他也有說的 Inflation will have generated primordial gravitational weight which have never been found 行內話要找到一個b mode 因為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有兩大類型態 一種叫e mode一種叫b mode b mode就很相信只可以由這個inflation 這個宇宙大暴漲那裡產生 幾年前曾經試過說是找到的 那時候甚至乎我們節目有提過 但後來發覺原來是流料來的 做錯事的 所以到現在目前為止 都還未找到一個叫 我們找到宇宙膨脹的證據 但是大暴漲理論這個暴漲的證據未找到 跟著暴漲之前那種宇宙狀態 我們完全是靠估 所以很多的問題在這裏 一直卡住了就未解得到 他這裏有說現在聯署的過程 首先有一篇文章 應該是二月那裏 那三個人寫 那三個人都基本上漢燈當人是什麽 其中有兩個 我就面對 他不認識我 但我見過他 我還在紐約大學的時候 就聽他說seminar 你面對面那些都不少東西 就寫了一篇文出來 引起一些激動 稍微激動少一個反應 但是他就不可以一篇反報文出來 是公開訊息 我覺得有少少搞笑 那你說Alan Groove去寫 我又覺得真的不出奇 Alan Groove就是他自己提出這本大暴漲 因為這個是他的手本戲 那你現在動他 那這個牽涉到 即是他將來拿到諾貝爾獎的問題 那他當然有少少個人的辭份 那你說至於其他人呢 我覺得應該是唐邊學來的 但是 又不是太唐邊學的 因為他除了 譬如Steven Hawking 還有Ed Witton 也有簽 這些 Lisa Randall 這些 Lisa Randall 我以前看過一些書 她是美女來的 她簽證明 大家 在這個問題上 有少少一些 學術上 他的職業上面的辭份 在這裏 即是說 可能牽涉入面 一些所謂資金的問題 這個具體又不清楚 我想他們都真心願意相信這個 inflation model 這裏可以有少少 即是我們講的那些術語 要解一解話 我們譬如說 宇宙膨脹和宇宙暴漲 其實對應那個英文詞 會有少少不同 亦都代表著這個宇宙的不同的過程 如果說宇宙膨脹 純粹是expansion 這個字 不是說是速度 如果我們說宇宙大暴漲理論 那個暴漲階段 就叫inflation 即是通貨膨脹 inflation 整個宇宙的過程 就是開頭在無中生有 然後有一點 突然之間在一個極短時間之內 就超光速地去暴漲 就是inflation 接著去繼續漲 但放緩地去膨脹 即是漲得沒那麼快 都漲 那就是一個普通的cosmic expansion 那現在就是說 那個超光速暴漲 那個inflation 的過程就是那個假設來的 那至於為什麼需要這個假設 那我無謂再講 要大家聽回以前的那些節目 那現在就 Alan Goof 提出需要一個突然之間 很厲害的超光速暴漲 提出這個假設的那個引來的 那他這裡也有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來講講 就是說他們為什麼那麼生氣呢 就是因為那篇文章說 這個大暴漲的理論 不能夠驗證 因此 不是科學 哇 真的辣慶辣 即是你科學家說 你科學家被人說 你做的事不科學 那也就是說你留 那是很生氣的 說真的 如果那人是做String Theory 就像Albiton 和Surrendel 那些 我覺得這些就被人辣到 沒有所謂的 但最慘的是有些好像Alan Goof 還有你看到他裡面的名單裡面 有些其他人都算在這個宇宙學裡面 都幾主流的研究人員 他們有很多是真心相信 我們是根據證據來做事 我們的理論是要因應現在觀測證據而調整 那我做事為什麼不科學呢 所以就辣慶了這些人 是的 這個不是科學這句 就很重的 有些人受不起 如果有些人台長找得到 那些聯署人的list 我可以都 找到 都說一下那些人 什麼來頭 有些可以comment 但我們就這個科學的問題 是不是科學問題 可不可以再少少表態呢 我們一講科學的問題 那何謂驗證 何謂不能驗證呢 首先就是你由最簡單中學生讀過的科學方法 有哪幾個步驟你講起 那你首先就是有假設 然後有觀察 有觀察 甚至有實驗 然後這個過程反覆拌來拌去 然後就靠近那個的事實 那現在這條台長找到聯署者的名單 譬如David Kaiser這些就很出名 又是 或者譬如 下面還有一個Charles Bannis 這些人 他們是講 Andra Lindringer這個都出名 這個以前有些人 對 即是社教科書這班人 對 Bannis那些 他提出過另外一種模型 去解釋這個宇宙的故事 他提出過一些 即是他出了很多論文 是講那些光束會不會是不變 會不會是光束 以前的光束會比現在的光束 他提出了另外一些模型 然後那些什麼 Richard Bann那些 又是那些 電堂師傅級那些 加拿大那些 一方之雄來的 多大學 是的 然後再落 如果是Richard Bann 我記得十幾年前 有次去台灣 seminar 是見過他 當然有 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 那 Sean Carroll 已經在幾年前 跟Joseph Silk 在筆戰過 他當時不是為了宇宙學 而是為了原理論 是否科學 來跟Joseph Silk 筆戰 Joseph Silk 又是一個 很出名的宇宙學家 Civar Hawking 不用介紹 然後再落一點 看看有沒有找到 Lawrence Klaus Lawrence Klaus 這些人 剛才上面 這個就是日本人 小蟲 應該是 是的 你再落一點 還有一些 我記得 最後還有 Lisa Randell 這些就是原理論 那班 Martin Reese 非常出名 英國的天文學家 跟Roger Penrose 差不多級數 我記得最後還有 一個 叫做 Marty Saderreger Joss Moot 有看過他的書 Suskin 跟Hen Roof 那些 拍攝 Michael Turner 在芝加哥大學 那些 天文宇宙的頭 是Steven Wiper 羅羅貝爾獎 出重力論 那些 那些 老航專 那 再 Ed Witten 上面這個都認識的 這個 要舉看過他的書 這個 應該是 這裏 講了一大堆 這班人 現在 還在宇宙學 極度活躍 而且有 華視權的一班人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就已經是Professor 級數 租還沒計 他們那些 已經是研究所的 頭 那些 他們似乎 就 我不知道背後的背景是怎樣 但 起碼現在你看到的情況 就是 他們為了這個 宇宙論 本身 就有一個論爭 而且當事人也有回應 這裏的作者也有回應 但是 他們說 disappointed 那我們就無謂再去糾纏 在這些 那麼高檔的層次裏面 可以說多一兩句 譬如 當初 療慶了這三十幾個人 那三個人 他們是怎樣來頭呢 AVLOOP就不用說了 AVLOOP就 我記得當時 你很容易看見這個人 就是很多的 他 上次你講過的 好像 AVLOOP我記得都提了這個人 我印象了很深 就是 他的英文很容易聽 還有他做的研究過水準 還有就是 他提出 他是一個很喜歡講 觀測實據來做語辭學的人 另外有一位叫Paul Steiner 他最出名 就是 他不止做這個出名 但起碼以我所知 我那時候 我記得聽他說的 聲明 就是 他試過提出了一些其他模型 來去避免了這個 宇宙大爆炸 那個大部障模型的一些不足 他不只是在那裏 他自己也另外提出了一些新理論 來去 希望引出一些討論 做一些更好的事 Paul Steiner 就是去普林斯頓 他提出那個什麼理論那麼厲害呢 那個叫做 Cyclic Universe 可能在其他節目裡有講過 他就說 宇宙很有趣 他說宇宙不是好像我們現在主流的人相信 就是一次過從一點爆出來 他說不是的 是有 Cycle 他說漲到某個位置 就突然之間 就會有一些 就有一個叫做 Four Dimension Collision 砰 就從頭來過 於是乎這個宇宙 由漲 周而伏齒 是周而伏齒 我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那他有什麼證據 他就沒有講到有證據 但是他最後 我記得他那天說 他這個模型所需要的假設 比起大部障模型 可以少三個假設 他說假設越少的東西就越好 這個也是科學裡面一個標準的原則 我們學術這樣 這個不知道什麼鬼 忘記了什麼Racer 我立刻找到 但是那個問題 大家都圍繞一個 所謂實證的可能性 不過由此 他本身是一個 都不是太喜歡主流大部障理論的人 所以他才很銳意地去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而A3 他本身是一個很喜歡講實證的 就是一個語著學家 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兩樣東西給你選 一樣東西就假設很多 他都能夠解釋到這個現象 有另一個是假設稍微少了 都能夠解釋到這個現象 你就是要選假設少一個 作為一個比較可信 你看這個圖 其實你用日深雪 地深雪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要用地深雪 解釋我們天文上的運動 你就需要多那些叫做 epicycle 即是說那些金木水火土星 除了會圍著地球走圓圈之外 他自己一直圍著地球走圓圈的時候 自己都會在自己圍著某一個不知道的中心位置走圓圈的 即是大圓圈以外還有一個小圓圈的 剛才找到一個字叫本輪 而在這個整個日深雪 就不需要這個epicycle的解釋 結果就 結果你發覺最好就是用日深雪去解釋 Anyway 我們不想糾纏這個話題太久了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總括 就是科學界其實是需要爭議的 他不是政治 大家是以理覆人 其實就OK的 還有就對於一些主流已經是主宰了很久的東西 我們其實就是任何時候都要備受挑戰和懷疑 不要因為只有他一個選擇 就跟著就把你所有的雞蛋放在這個籃子裡 其實無論在原理論的討論來說 甚至乎現在在這個宇宙學的討論來說 原理論大家就主流上認為它是唯一一個可以將物理學裡面 四種基本力統合的一個理論 於是乎很多人就擺了 又是Edleton 把所有他們的心力都擺在這裡 在宇宙學裡面 似乎大爆炸理論 大家已經是很努力砌了很久的理論 而且亦都是經得起 我想宇宙學這件事更加容易激怒人 因為他真的經得起一些更加多的實驗上的 觀測上的一個正義 所以就更加多人是願意相信 因為他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證據 他是有證據的東西 反而那些超原理論是 你都還可以說他沒有證據 但就算對於這些有證據 但證據亦不足的東西 是不是都說要將所有的信心放進去 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有人出來懷疑這樣就好 但我覺得更加實際的問題 因為如果就這樣說話也沒用 你能不能夠找到一個方法 去搞清楚誰是正確的 才是誰是錯的 你想得到這件事 本身也是一個科學 是啊是啊 好 那我們第一次結束 我們下一次回來講一些 真的比較更有型樣的東西 OK 好